你好我是徐希玉 欢迎来到全球智库报告解读 这一期我们重点聊一下韩国 听到这个话题 你可能会说 现在塔利班快速接管阿富汗政权 我们西边这个国家那么热闹 全球媒体都在关注 徐老师为什么不讲它 而要讲东边这个看起来 好像没有什么动静的韩国 这个问题 其实很多同学在留言区都问过我 我这里简单解释两句 阿富汗的事情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但主要智库真正关注的并不多 为什么呢 第一阿富汗局势其实早就明朗了 业内都清楚 第二阿富汗的未来已经到来了 或者说它已经回到了它的未来 下一步的趋势不需要再多分析了 有些话也只能说到这里了 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动静的韩国 我告诉你 从六月份到现在这三个月之内 涉及它的智库报告非常多 尤其是韩国和美国的关系 更是这段时间智库关注的重点 不少观点认为 韩美关系在经历不寻常的变化 这种变化影响的可不仅仅是朝鲜半岛这一小片地方 而是会辐射整个印度洋太平洋地区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 再者 如果这种说法成立 那韩国作为中国的一个重要邻国 我们会受到什么影响 这期讲座我们就借助智库报告的角度 把这个话题挖掘一下 好 先来看第一个 也是我们这期讲座最基础性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说美韩关系的动向不寻常 这就要说到五月底 韩国总统文在寅 与美国总统拜登的会晤了 实际上各大智库这段时间 高度关注美韩关系 触发点就是这次峰会 那这次美韩总统会晤 到底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在讲这个之前 我们得简单的介绍一下韩国的政治 韩国国内的政治势力 总体上分为左翼和右翼两大派 左翼是自由派 右翼是保守派 这两派内部 还有进一步细分的小派别 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议题上的主张 有一定的交叉 比较复杂 那我们怎么来区分 韩国某个政治派别 到底属于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呢 这里有一个非常简化的办法 那就是看这个派别对美国和北朝鲜 分别是什么态度 一般来说自由派是清北输美 有人说是清北仇美 这个不对 自由派谈不上仇美 就是不喜欢美国 疏远美国 保守派呢 叫仇北清美 拿几位韩国总统来说吧 朴槿惠和之前的李明博是保守派 文在寅和前几年自杀的卢武炫呢 属于自由派 所以你看啊 按政治谱系来分 现在的文在寅总统应该是清北输美的 而且呢 不光是这样 我还要告诉你啊 文在寅总统在韩国一直被认为是清华色彩太重 好了解了这些 我们就可以来看 为什么说美韩总统五月份的会晤啊 不寻常了 简单的说 就是那次会晤当中 文在寅这样一个传统上 清北输美的韩国总统 在很多关键问题上的立场 突然向美方靠拢 这让很多人啊感到意外 那美韩关系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我这里呢 有一次美国卡内基基金会 7月13日出台的报告 题目是韩国是否在走向全球 副标题是与拜登政府合作的新可能性 全文30多页分析的呢 比较详细 我们一起看一下 报告说啊 文在寅2017年出任韩国总统以后呢 尽管公开表示支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 但被认为是更加倾向中国 然而到了这次与拜登会面 就大不一样了 在中美竞争越来越激烈 越来越敏感的技术供应链问题上 美韩双方明确宣布要加强在 5G 6G半导体供应链 汽车电池供应链 人工智能 这些关键领域的合作 而且呢 三星SK海力士 这些韩国企业呢 还要向美国投资300多亿美元 建芯片厂 应该说 美国和韩国的这个协调力度绝对不比美日之间差 更重要的是 会晤后发表的美韩联合声明呢 不光强调美韩在印太问题上一致 而且还谈到了所谓的南海航行和飞越自由和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 这是什么概念 这是韩国第一次在涉及中国的战略问题上啊 与美国表示一致立场 以前可没有过 用报告的原话来说 这个事情吓着了文在寅政党的坚定支持者 同时呢 让主张青梅的韩国保守派感到意外惊喜 那问题也来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报告谈到了两点原因 第一点是选举 韩国总统的任期是五年 2021年就是现任总统文在寅任期的最后一年 明年就要开始韩国总统大选了 你可能听过一个说法 韩国总统身上好像有一个魔咒 卸任以后呢 一般都会被整得很惨 要么刑法伺候关进大牢 要么干脆自杀 实际上韩国总统还有一个任期内支持率的魔咒 当总统第一年第二年支持率还可以 但从第三年开始支持率呢 就会明显下降到第五年支持率 基本上就只剩30%左右 这篇报告很有意思啊 干脆把韩国恢复民主选举以后的历任总统 从20世纪80年代的卢泰宇到现在的文在寅 把他们在任期内的这个支持率啊 画了一张表 我放在PPT上了 你可以看一下 几条曲线的走势基本一样 毫无例外 报告就说了 支持率的这种下滑态势 当然会促使文在寅总统呢 采取行动 和美国拉近关系 就是行动之一 那第二点原因是什么呢 那就是韩国民众啊 对美韩关系 或者说美韩同盟的看法有变 这就涉及到民意基础了 这篇报告呢 引用了一家韩国智库 俄山研究院的民意调查 说韩国民众呢 原来主要把美韩同盟看成是一个 对付北部朝鲜的战略工具 但现在持这种看法的人越来越少了 在2016年呢 已经下降到了42% 2020年更是下降到了28.8% 那现在多数韩国人是怎么看美韩同盟的呢 报告说现在越来越多的韩国人 把美韩联盟呢 看作是一种所谓的 共同的民主人权和普世价值观基础的体现 俄山研究院的调查 说持这种观点的韩国民众呢 已经达到了66.3% 那按他这个说法 美韩同盟在韩国的民意基础啊 正在发生大的变化 不能小看 你想啊 如果是把同盟看成是工具 那就是用来实现某个目标的 目标一旦实现 那这个工具就不需要了 所以更多的是把同盟作为权益之计 但如果是把它看成是某种所谓的 共同价值观的体现 那这种同盟存在的时间就会长久的多 报告认为呢 这种变化会推动韩国拉近和美国的关系 所以文在寅这种看上去很突然的举动 其实呢 也反映出韩国民意的变化 但是啊 说到这里啊 我得补一句了 对俄山研究院的这份民意调查 我们不能太当真 为什么呢 这就要说到俄山研究院这家智库本身了 俄山研究院现在是韩国国内的风头最近啊 扩张最猛的智库 你如果看韩国的智库报告 这一家是避不开的出的报告非常多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了解一下他的背景和立场啊 是很有必要的 实际上 俄山研究院呢 是韩国五大财团之一的现代集团创立起来的 从政治谱系上说呢 绝对是属于仇北清美的保守派 就拿俄山研究院现在的院长 贤在凤来说吧 这个人的家世就不一般 他的父亲呢当年就死于仰光爆炸事件 这是一件什么事呢 1983年时任韩国总统全斗焕 访问当时的缅甸首都仰光 结果呢遭遇了一起重大的炸弹暗杀事件 17名韩国官员和记者 再加上4名缅甸官员呢遇难 最后缅甸方面调查认定 这次大爆炸就是朝鲜特工干的 为此呢缅甸还和朝鲜断绝了外交关系 这就是当时非常著名的仰光爆炸事情 而俄山研究院这个贤在凤院长的父亲 就是在遇难的17个韩国人之列 所以你可以想象啊 他对北边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另外呢贤在凤呢留美很长时间 在美国的人脉基础相当不错 在他手底下工作的韩国学者 基本上也都有流美背景 所以你看俄山研究院的报告 立场观点都非常接近美国 这点呢我们心里要有数 好说的呢稍微有点远了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卡内基基金会的 这篇报告 这篇报告呢分析了美韩关系接近 又解释了韩国国内政治因素以后呢 还做了一个重要的补充 那就是韩国和中国的关系 报告指出啊 韩国虽然和美国走得更近了 但还是非常谨慎 避免得罪中国 按这篇报告的说法呢 中国对韩国最大的影响力 源于韩国对中国市场的高度依赖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2019年 韩国对中国大陆的出口呢 占韩国总出口额的24.5% 韩国对美国的出口排在第二 占13.5% 那如果把韩国对中国香港的出口 再加上去 那么韩国对中国的出口总额呢 将要占到整个韩国出口总额的 30.1% 这就非常不得了了 这份报告总结说 对于一个严重依赖出口 作为主要经济驱动 同时呢意识到与美国同盟关系的 关键价值的国家来说 他只能继续平衡与世界上 两个最强大国家的关系 别无其他选择 换句话说 韩国还是会继续在中美之间呢 走中间道路 那讲到这里啊 给人的感觉是该说的话都说完了 结论也很清楚 很符合逻辑 韩国对美韩同盟的态度呢 有变化但是还要继续在中美之间走平衡 这些变化我们没有关注到 那我们对未来的这个判断啊 也会打折扣 好 那到底是哪些变化呢 我们来看第二部分 韩国正在发生什么重要变化 第一个变化 就是韩国的战略视野 好像打开了 更多的关注半岛之外的事情 要知道啊 以前韩国不是这样的 我过去参与中韩交流的时候 发现不管对方是政府部门还是军队还是智库 基本上只和我们谈半岛问题 可以说啊 他们的战略视野里面 基本上只有朝鲜半岛 或者说呢 他们只盯着北方的朝鲜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主要原因是朝鲜半岛局势的特殊性 可以这么说啊 朝鲜半岛的南北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独特的一种状态 你想啊朝鲜战争上世纪50年代就结束了 但是呢和平条约一直没有签 所以只是停战而没有和平 一直到现在快70年了 还是这样 半岛的南北分界线 也就是三八线地区啊 不光是世界上军事部署最密集的地区之一 而且呢就像活化石一样 把当年的对抗感一直保留了下 这种感觉啊 我在2015年去板门店的时候啊 体会非常强烈 当时呢 我是去韩国啊 参加一个国际会议 韩国军方安排我们这些国外代表去板门店参观 到那边以后呢 我就有这种感觉 时间停滞了 就停在当时战争刚结束的状态 为什么呢 要知道在分界线两边 朝鲜和韩国的军人都保持一种姿态 除了换港以外都温丝不动的 非常神奇 更神奇的是我们去板门店的时候啊 每人都要填一张承诺书 其中有一条是什么呢 是不得向分界线对面的朝鲜人民军 或中国人民志愿军打招呼 你想我当时是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役军官 看到承诺书这一条的时候 真是啼笑皆非 而且呢觉得时空出问题了 那讲到这里呢 你就可以体会 为什么说韩国战略视野里面 只有朝鲜半岛 眼睛呢只盯着朝鲜 但是啊 这两年韩国这一点上有变化了 他的关注面呢 确实在向所谓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扩展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在今年的美韩峰会当中 朝鲜真的只是众多的话题之一 最后发表的美韩联合声明啊 有2600个词 只有240个词呢 和朝鲜有关 我们这里呢再看一份报告啊 就是我们前面介绍的 俄山研究院7月份出台的 题目是发现全球声誉 韩国在中东北非的稳定政策和发展模式 这篇报告有十几页 主要内容呢归纳起来 其实就是两句话 第一句话 韩国作为中东石油的重要消费国 报告说韩国是世界第八大能源消费国 75%的石油呢 来自中东北非地区 所以韩国呢 2010年开始 对这个地区的安全和社会经济领域呢 进行了大量的投入 贡献很大 第二句话 韩国在中东北非地区呢 已经获得了很强的认可 特别是韩国的发展模式 报告中把它称为保持社会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 那么这个模式呢 对沙特 阿联酋 埃及 阿尔及利亚 这些国家产生了有力的吸引 像沙特呢 还曾经表示 韩国将是沙特未来经济发展的典范 那听到这里啊 你可能会觉得 这篇报告 好像自我肯定 自我表扬的色彩 重了一些 说实话 我刚读完这篇报告的感觉啊 也差不多 但是我们要注意啊 这篇报告讲的东西 很多是事实 这是其一 其二 韩国智库以前写这种话题的报告非常少见 最近才刚刚多起来 实际上呢 这也从一个侧面啊 反映出韩国战略视野在扩大 不再只是盯着北方的朝鲜 那为什么有这种视野的变化 根子就是韩国这十年来啊 实力上升 特别是在世界产业结构中的地位啊 提高比较明显 今年他被纳入发达国家行业呢 也说明了这一点 这种地位的变化 当然会让韩国的关注面的扩大 所以韩国这次表示关注印太 还真的不全是为了配合美国 他的视野确实也在变化 这一点呢 我们要心中有数 好 韩国的第一个变化讲完了 那第二个变化是什么呢 那就是他的战略自主性在增强 这一点呢 主要体现在军事上 或者说是在美韩同盟当中 你知道的 美韩军事同盟是美韩关系中的重头 在这个同盟当中 美国绝对是主导 假设朝鲜半岛出现开战的情况 那么韩国军队呢 将统一由美国人指挥 不过呢 这种状况也在发生变化 尤其是文在寅上台以后 美韩呢 在抓紧谈判作战指挥权转移问题 就是改变原来啊 把韩军暂时纳入美军统一指挥的作法 让韩国军队呢 暂时拥有独立的指挥权 对韩国来说 这个事情呢 实际意义可能不大 但象征意义巨大 因为在原来的指挥框架下 韩国军队永远是跟班 而指挥权转移完成以后呢 韩国政府理论上就可以指挥本国军队打仗了 这样一来呢 韩国的战略自主性当然大大增强 那这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这里啊 我介绍一篇美国智库啊 国家亚洲研究局NBR7月份出台的报告 题目是 澄清美韩同盟框架下 作战指挥权转移的事实 作者呢 是一个现役的美国陆军上校 曾经在驻韩美军任职 这篇报告从指挥专业的角度 分析美韩指挥权转移的问题 有的地方呢 可能不是很好读 但是整篇的主旨非常清楚 那就是这种指挥权转移将大幅提高 韩国在军事方面的独立自主 但是他不会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 使美韩同盟框架松散化 相反韩国这种自主性呢 将给他带来更多的地区义务 什么意思啊 换句话说 美国是不会让韩国白白得到这些自主权的 你独立性不是更大了吗 好你的责任也更大了 韩国军队不能只考虑朝鲜半岛 还得为整个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做贡献 这个就是交换条件 所以你看啊 从军事角度来看 韩国也在变化 不管他是否愿意呢 都要在更大的地区范围内呢 刷存在感 韩国方面第三个变化 就比较微妙了 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 前面我们提到了 韩国高度依赖中国市场 那这一点确定无疑 但是我们呢也要看到啊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 韩国在这方面的利益判断 可能会出现微调 毕竟中韩经济啊 也存在竞争的一面 对于这个问题呢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啊 7月份的一份报告呢 进行了分析 题目是附带收益啊 副标题是韩国对美出口 与中美贸易战 这篇报告呢 重点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 对韩国经济 特别是韩美贸易的影响 那经过一系列的计算啊 这篇报告认为 中美贸易问题 对韩国最大的冲击 在于扰乱了国际供应链 而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呢 有很多实际上是中间产品 在中国加工完以后 再出口世界市场 中美之间这一波动 韩国在这方面受到的冲击啊 就特别大 所以对韩国来说 中美贸易出问题 总体带来的肯定是负面影响 但是报告也指出啊 韩国呢 同时也从现在的中美贸易摩擦当中啊 有所获益 为什么呢 因为从出口结构 特别是从对美国市场的出口来看呢 中国和韩国之间 实际上相互竞争的也很厉害 产品的性质和针对的市场呢 都有很大的重合度 其中啊 78%的电子产品 77%的塑料和橡胶产品 66%的机械和50%的金属产品 都处于直接竞争状态 那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打压了中国对美出口 那韩国的出口某种程度上正好填补空白 报告呢 列出了数据啊 说中美贸易现在的局面呢 使得韩国对美出口额有明显的增加 其中呢 机械产品增加了2% 纺织和服装呢 增加了2.2% 木材增长最多达到了2.7% 总体上啊 韩国制造业在美国市场的分额增长了一个百分点 这个可不是小数字 我这里再补一句 实际上在技术供应链 特别是半导体供应链问题上 韩国也处于这样一种状态 一方面呢 受冲击 另一方面呢 也在获益 就拿我们华为和韩国三星来说吧 这两家企业在供应链方面呢 有合作 但同时也是重要的竞争对手 而华为有位朋友告诉我 他曾经率领团队和三星竞标 双方当时咬得很紧 华为呢 在最后关头以微弱的优势赢了 三星大大方方认输 但是呢 当着大家的面 让自己团队的人啊 排成一排 主管一个一个打耳光打过去 这就是韩国的企业文化 但是呢 他也从一个侧面啊 反映出中韩科技企业的竞争啊 有多么激烈 那这次华为被美国打压 三星在国际市场上 就是一个直接的受益者 所以你看 在中美竞争的过程中 韩国在具体的经济利益判断上 并没有那么简单 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在里面 讲到这里 我们可以简单的总结一下 在中美竞争加剧的同时 韩国本身也在发生变化 除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以外 它的战略视野有所扩大 自主性在加强 利益判断呢 出现微妙的调整 这些变化综合起来 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啊 韩国也在走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如果把这个变量考虑在内啊 那么未来韩国在中美竞争当中 虽然大概率还是走中间路线 但具体的做法可能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我们来看一份韩国智库外交事务与国家安全研究所 8月10日出台的一份报告 题目叫做首尔在转向印太方向吗 韩国对美韩峰会的看法 就是分析韩国下一步走向的 我这里插一句 外交事务与国家安全研究所 这家智库和韩国外交部关系呢 非常敏切 实际上啊 相当于韩国外交部的附属机构 很多退下来的韩国外交官就在这家智库任职 所以呢 它的观点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韩国外交部门的倾向 那这份报告怎么说的呢 他首先承认美韩关系迈进了一大步 同时又指出啊 文在寅政府并没有改变对华战略 还是继续保持平衡 这个观点和我们前面介绍的几家智库都差不多 关键在于后面的建议和展望部分 归纳起来呢 有这么几条建议 第一条 韩国要扩大并落实美韩峰会上确定的印太合作 第二呢 韩国要扮演更重要的地区角色 要落实把美韩同盟扩展为印太地区全面战略联盟的承诺 你注意啊 报告这里建议呢 韩国应该在南海等问题上采取更加积极的立场 要和美国呢 进一步协调 不能像以前那样老实回避 你看啊 这话说的就比较露骨了 第三条 韩国要加强与美日奥印四国机制的合作 第四韩国要积极参与美国组织的确保全球供应链弹性的战略 我在之前的讲座就提到过 现在凡是用供应链弹性这种说法的 实质都是供应链的去中国化 报告这方面实际上就是建议韩国进一步站在美国一边 所以你看这些建议都是一个基调 那就是韩国要积极的落实承诺 要进一步呢 向美国靠拢 坦率的讲 这在逻辑上并不意外 就像我们上面分析过的 韩国自身已经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化 那他在中美韩这个结构里面的选择呢 肯定会随之有所调整 他走的平衡也会是一种有偏移的平衡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国家面临的压力当然就会加大 那么这种前景能不能改变呢 在本期讲座的最后一点时间呢 我们聊一下对这个问题的破局思考 刚才说了 在中美韩关系这个结构里面呢 即使韩国想在中美之间保持中间路线 实际情况最终还是会导致他有所偏移 换句话说 如果只是局限在中美韩这样一个结构 里面韩国的这种偏移就是形势所趋 就说RCEP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 中日韩三国通过RCEP这个大平台 实现了相互间的自由贸易合作 那这里的潜台词是什么 潜台词是中日韩三个国家想见自贸区却一直搞不成 但是呢放到RCEP这个更大的结构里面 很多矛盾和担心就被稀释掉了 最终呢 中日韩三篇合作是通过RCEP这个更大的合作框架来实现的 这就是结构视野改变了结果 框架结构变大了以后呢 原来不可能的事情反而做成了 另一篇讲的事情呢正好相反 更大的结构让好办的事情变得难办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 最近出了一篇报告 面对中国崛起的美日韩三边合作 写了20页 通篇强调日韩应该紧密合作 这话我们就得反着听了 因为呢他对此的强调恰恰显示了 美国面临的一个难题 韩国和日本都是美国的军事盟友 美国呢特别希望形成一个美日韩三边安全框架 共同应对中国崛起 但是呢日韩关系实在太差 美韩框架中如果加入日本 这个框架就运转不起来 同样呢美日框架中如果加入韩国也是一样停摆 所以你看这也是结构改变了结果 讲到这里我们回到前面说的中美韩框架 实际上当中美韩结构里面有些趋势已经不好改变的时候 可以干脆把这个结构打破 把中美韩关系呢放到一个更大的结构啊 比如说亚太甚至是印太里面 让更多的角色掺进来 从而呢改变结果 说到底啊 这就是原有结构当中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 干脆跳出结构 从一个更高更广的维度来实现目标 这个道理应该在很多地方都使用 好 这期全球智库报告解读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 感谢观看